好 那我就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Dankan 那我发起这个医生监督的专案是因为四年才选一次立委嘛 但我发现我好像平常都不知道自己的选区立委平常在做什么 那其实很多地方立委都很低调 新闻媒体也只会报道一些比较有名的立委 所以我想要自己做一个APP来关注我自己的选区立委 那这是一生监督这个名字的灵感源头 是一个网友诸葛孔明制作的KUSO的海报图 那那个时候还被谢龙杰拿去输出海报 挂在他的服务处外面 那目前我已经有实作出APP的Prototype IOS跟Android都有 因为是用Reactive去写的 然后串接了立法院的开发资料 那这个APP目前想法是可以固定关注的几个立委 锁定在下面的tap bar 然后你随时就可以切换你可能 之前的选区立委或者是你的政党立委 那右边Android画面你可以看到 选取关注立委的页面 已经按照行政选区分好了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搜寻立委的姓名 或是你的乡政名称 这样就可以很快找到 那在这里发表最主要是希望征求 第一是有内部测试的人 那这里有一个文件 你可以先看一下目前测试版的状况 以及可以添个表单来加入内部的测试 不管是iPhone或Android都是欢迎的 那因为目前这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那我相信第一个需要大力经营的是社群 因为我相信有社群经营比较能够把这种 大家监督立委的看咨询影片的这个力量给集结起来 那我觉得这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是Reactive的工程师 因为我对这技术其实不算特别熟 我本身是原生开发 那我自己还没决定好这个开源条款 或是要 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先私讯跟我聊聊 那最后就是UI设计 因为目前和阳纯看得出来 然后App Icon其实也还没有可以正式版用的 那最后因为我晚一点会有事 不会一直待在线上一个手 那就欢迎大家用G0B Slack私讯我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先多讨论 我们之后再看可不可以有更多合作机会 谢谢 好 好谢谢Denkin的分享 那今年就是选举年的话 所以包含各式各样的选举 其实过去的专案跟大家如果对选物 选举资料有相关应用 其实在今年都可以来尝试一起来推动 那下一个专案我们请Ronnie Wang来分享 我刚买新电脑然后电脑还没有授权